记者陈玉富台北报道,行政院党产会在今年2月及6月各召开中华民国民众服务总社是否为国民党支付随组织,大校大楼追征案两场听证会,民众服务总社接审免不派人出席,党产会调查发现,民众服务总社理事长已改选换人,由国民党副主席兼秘书长曾永泉接任,党社一体关系密切, 内政部合作及人民团体丝绸备数表示,民众服务总社前届理事长廖了已任期,早在2015年10月届满,总社却违反人民团体法持位改选,今年3月中旬寄出警告处分,并限期两个月内完成改选。 党产会调查发现,民众服务总社已于3月29日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一楼会议室,召开第九届第一次社员大会完成理监事改选,仍依惯例由党秘书长接民众服务总社理事长一职。 根据李监事当选名单,国民党副秘书长杜建德,组发会主委李哲华,当过吴敦义竞选党主席办公室主委张广博等35人担任李氏,国民党中评委林永锐,前国民党组发会副主委王能章等11人任监事民众服务总社附属在国民党下。 党产会委员表示,总社设置设于中央党部巴德大楼,从党史资料也可看出,人事、业务或财务受到国民党控制。 委员指出,近日也在列入机密的党务工作报告发现,1960年代国民党中央会同省党部,曾费时两个月时间,视察347个民众服务处站,并举行检讨会, 以据改进意见报中常会合备,据第八届三中全会总裁指示与决议案执行情形报告表记录,遵照国民党中常会指示,民众服务处占经费可恰商以民众服务补助经费名义,编列省府社会处预算国库通党库。 委员批评,国民党在1960年代为完成各民众服务社的建战工作,规定由台湾省党部补助建战费三分之一,以不超过五万元为原则,党中央也指示将民众服务处站立监视会完成改组,并网罗地方人事参加。